动作片里有哪些非常不靠谱的条段 在动作片里总有一些雷同的套路经常出现 比如反派总是死于化劳和低智商 正派怎么摔啊打呀都毫发无伤 我们挑选出五个动作电影中最具迷惑性的条段 在现实中上演差距真的很大啊 动作片的男主角十个里九个都被群殴过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负责群殴的小喽啰们从来都不仗是欺人 即使把主人公团团围住也要一个一个排队上 围攻的时候也非常的沉稳 一前一后竟然有序给够主角喘气和耍帅的时间 最重要的后面一定要集体败下阵来 这个桥段的泛滥导致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认为 高手已一当百是不成问题的 但现实生活中再厉害的高手弹枪匹马面对一群壮汉 肯定也是送死啊 二 逃跑时破窗而出 主角被群人围追堵截眼看跑不掉了 这时候来一招破窗而出 危机解除 哈哈 可是在现实中高楼大厦的玻璃至少是双层钢化玻璃 受到强烈撞击的情况下最多只会形成辐射状的裂纹 人体的物理攻击就跟鸡蛋碰尺头差不多 电影里那种一撞就碎的景象 那个都是道具师的心血啊 三 高空徒手接人 这个桥段一般适用于有CP出场的动作片 一方总是在关键的逃命时刻突然焦羞 死活不愿意往下跳 而另一方会肉麻地在底下保证 别怕 我一定能接住你的 然而一个人从高空坠下产生的冲击力 大约是他体重的十倍等于好几百斤的重量 但你自由落地加速度向下砸 只靠一个人徒手接的话 无疑是肥脏 四 开枪引爆汽油 汽油漏了 往上面开一枪 汽油着火 然后 蹦 蹦 当时我们都知道 燃烧的充分条件除了燃料 还需要达到燃点的热量和氧气 子弹打在地上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热量点燃汽油 动作片里这么设定 纯粹是为了好看 总不能让演员突然蹲下来找打火机对吧 五 电击心脏救命 中山的人没有呼吸和心跳了怎么办 上电击啊 这玩意儿的学名叫电除颤移 到心脏的扩张和手足出现问题时 会造成供血不足 人就会因为缺氧而死 这时就要靠除颤移的电流 把稳乱的心脏活动强行中止 配合胸外按压重新激活心跳 恢复到有节律的状态 但真实的电击胸部疗法并没有电影里那么夸张 比如电击胸部的时候人并不会弹起来 还有当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只剩下一条直线的时候 电击是救不了你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公认的不靠谱的桥段 往嘴里塞布吐不出来 模糊的图像细节通过处理变得超轻 配合入侵一台机器 仅需几秒等等等等 这些桥段加上裤炫的特效包装 看上去很像回事 其实呢 跟从不回头看爆炸的真男人一样 不存在吧 好